字幕製作人 欺负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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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大家好我是巧克力 嗨 巧克力 今天 我們兩個人要來一起自爆 塔房攻略戰 嗨嗨 哈囉大家好我是傑克 可是你那麼的中二我不想跟你玩 哈 阿 火焰翅膀很帥阿 - 跳高中了 - 整個畫面都是你的翅膀阿 白癡 - 可以啦 - 來 我們今天要來攻略著這個塔房攻略戰的雙人模式 - 不能太靠近會消失 - 喔 我發現了 - 然後呢 這個塔房攻略戰 - 它在1月22號的時候有進行更新 - 現在它有RANK制度 - RANK 開始要爬積分啦 - 對 要爬分了 - 一開始大家好像都是從28開始 - 然後如果你是第一名的話就會加三星 - 每五星就會升一個RANK - 對 - 那你如果是第二名就只有加一星 - 第三名零顆星 - 四到六名不好意思還會扣一顆星 - 我好會降等 - 還會降 對 - 所以你基本上要爬分 - 你就一定要前三名 - 第三名穩住 - 第二名小小的起步 - 第一名才可以滿滿的三星 - 嗯 - 真的是莫名奇妙 -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一起來遊玩 - 一起來爬分 - 喜歡的話別忘了PICK ME - 在右下角點個喜歡 - 按個讚 - 那麼也再稍微說說一下 - 它有一些小更新 - 關鍵主要是史萊姆 - 跟熔岩史萊姆的分數 - 它的召喚分數有下降 - 幾乎是砍半拿 - 史萊姆的話是100塊變成50塊 - 喔 - 第一階 - 所以很快就可以放了 - 好不好 - 然後還有一個關鍵 - 現在放的怪啊 - 如果被對方幹掉的話 - 對方的收入銀抗也會增加 - 它會增加2% - 所以就是1000塊錢出去 - 如果那個豬豬有沒有1000塊 - 我召喚收入增加150 - 你打死你收入也會增加20 - 就是2% - 所以就是你也要去衡量這些 - 非常非常的酷 - 取捨 - 那我們今天雙人模式 - 就要一起好好努力 - 一起爬分 - 好 - 捷克可以嗎 - 可以可以可以 - 那就來GOGO - 我們都是RANK28的小屁屁 - 然後它現在其實 - 那個蓋塔也有一個小方便啊 - 就是你蓋的塔 - 5秒內你去把它賣掉的話 - 是原價賣回 - 就是不小心蓋錯 - 對對對 - 那之後也是一樣啊 - 5秒後也就是一半的價錢 - 好不好 - 好 - 那來囉來囉 - 欸 怪從前面來 - 然後我就準備放怪 - 欸 雙人的錢 - 還記得嗎 - 購的是自己的 - 銀抗是一起的 - 好 - 所以你的這個放的怪 - 都會是一起加那個銀抗 - 來來來來 - 你們要小心 - 應該是守得住吧 - 守不住再放第二排就可以了 - 呃 - 不要覺得啊我強化 - 好像收入就減少 - 不會不會 - 嗯 - 多召喚搞不好是好事啊 - 對啊 - 我覺得很穩欸 - 欸 趕快多招一點啊 - 我們要賺銀抗啊 - 前面如果辣茶了 - 那還得了 - 真的 - 就關鍵是 - 開手鍍魚的時候 - 就是那個 - 中進嘛 - 欸 你不要放那裡啦 - 不然要放哪裡 - 你那裡就只能打那第一排啊 - 你會不會玩遊戲 - 不會 - 你那裡就只能打那前面 - 啊你要放也放在五個裡嘛 - 對不對 它這樣出來可以緩 - 它之後走過來也可以緩 - 好好好 - 緩兩次 - 而且你要蓋也只要放一個就好了 - 你放三個那不是 - 習慣放三個 - 成雙成對啊 - 完了完了要輸了要輸了要輸了 - 不會輸啦 - 然後骷弓的升級也有下降 - 原本是100塊 - 現在變成是80 - 所以雙人的話就是2倍160 - 也都有大幅度的改變 - 唉唷 唉唷 有女巫喔 - 要降一點防啊 - 開始賺了 - 欸有了有了 - 準備1000的 - 好 - 1000的對於 - 衝啊 - 中介盤中介盤 - 一開始的時候很少 - 很少人可以打敗 - 打敗那個中介盤 - 對 - 而且尤其中介盤有五個對手嘛 - 總會有幾個是新手 - 但是新手對於中介盤 - 都是不太行的 - 所以趕快多放中介盤 - 增加自己的生命 - 讓自己之後的容錯率可以增加 - 現在已經有一隊已經倒了 - 怎麼那麼快 - 紅隊喔 - 我們的對手是紅隊喔 - 好 - 對 - 沒問題啊 - 欸 - 喔 - 開始也有了 - 開始放豬豬了 - 好 - 那狼鼻狼鼻那些也要放 - 前五個啊 - 那都是 - 還不錯的 - 它放那個蜘蛛去 - 去讓我們的塔無法 - 有一隻 有一隻 -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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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快點 - 我放一個安德好了 - 好好好 - 放一個安德 - 我們這邊是穩的嗎 - 有 剛剛有一隻繞過了 - 前面前面的穩住 - 欸 - 44滴血很OK - 前座後面的升級 - 喔 - 那個蠢魚 - 那個蠢魚 - 那個蠢魚 - 那中間嗎 - 守得住 - 守得住 - 守得住齁 - 好 - 等一下 - 骷弓啦 - 骷弓也要準備三階了 - 它升級呢 - 可能是點下面的那個土會比較容易 - 恩 - 就拿那個經驗品嗎 - 對對對 拿經驗品點那個土 - 點人的話有時候可能會歪掉 - 所以點土會比較好 - 喔這骷弓都各種三階了 - 然後呢 - 現在有一個新的了 - 你看第四個 - 那個是墨魚 - 喔 - 它可以自盲塔 - 它可以自盲塔 - 五秒 - 五秒內 - 五秒內 - 那個命中下降33% - Special - 對 - 再造化一點 - 有有有有穩住 - 欸你真的很愛放那種轉角的欸 - 就 - 習慣 - 呵呵 - 這哪裡來的習慣啊 - 你以前有沒有玩過塔房啊 - 我到 - 除了這遊戲也才玩過 - 呵呵 - 你是不是有時候也都沒有在放怪啊 - 有 有放怪 - 放怪的是兩個人一起 - 我常常打開來都是空的 - 不是空的 - 就是滿滿的 - 沒有啦 - 這隊友在放啦 - 呵呵 - 那個製作也有Special - 木魚它的CP值也還不錯 - 多 -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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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來多放多放 - 然後偶爾蘋果一下 - 蘋果一下 - 那個蘋果啊 - 它可以補那個怪物的血量 - 喔 - 只是我不知道是附近的還是一放就全體補 - 反正偶爾放放就不錯 - 好 - 呃第三排跟你講 - 第三排我們都只放 - 骷弓就好 - 骷弓嗎好 - 對對對對 - 因為後期打那個騎士 - 比較需要的是骷弓 - 嗯 - 需要用狙擊手還是用機槍手啊 - 機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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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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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邊還在瘋狂的放怪 - 我們目前還也都是佔據第一喔 - 嗯 - 銀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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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先 中間3104 欸有人放那個了 兩個 喔喔有沒有那個 對對對 欸可以喔可以喔 我那就 законч了 笠幀會怕那個 會怕 就站著的史萊姆啊 對對對 因為史萊姆四階樁 四階樁 是讓那個 它超級緩速 嗯 我後面放了三支 要80萬喔 還久 我想說可以出那個 骷髏馬騎士 有啊有啊各種叮叮叮 喔 唉呀 我們去看戲啦 好我們看戲看戲 阿那個馬阿 那個馬阿 馬到成功 馬到成功 阿馬到成功 阿謝謝 贏啦 這幾分鐘 十 十二分鐘 獲勝 十二分鐘打完 好傑克這場我們也要獲勝 好 我覺得剛剛都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差不多就是這裡啦 這裡可以放 有沒有就是像我說的打兩邊 嗯 你那三隻是有還不錯用 可是就是如果放在這裡也是起到一樣的效果 而且我在想阿 嗯 他打那地獄幽靈他十萬 對不對 他沒有贏抗 而且我們打死他 我們會有贏抗欸 對啊 對不對 對欸 我們大賬顆賺阿 這樣超虧 所以遇到嗎 遇到那地獄幽靈真的不用怕 不用怕 把他打死就對了 好 有問題 看看捷克 是不是在混 沒有我沒有在混 我有在手 喔你真的很快就放那個 因為覺得 一開始就緩他們還不錯阿 至少可以 圍毆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我這邊也來看一下他大概哪一格緩 對啊其實幾乎一出來就緩了 喔 好不好一出來他們走個一兩步就緩 所以我覺得很OK 不一定要放在前面的轉角 兩個人阿 有時候一個聊天就忽略了 然後哇欸 怪物有走到你那喔 我知道 你稍微注意一下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不會打進的 好的 欸一千了一千了一千了 有有有 來啦 欸我們是等一秒喔 真的假的 還沒有其他隊 有放喔 再放一隻 沒錯 欸我這個兩個人各放一隻 喔算你有賺分喔 對對對 反過來我們也要開始小心喔 嗯 我們可以放 隔了一陣子 也該是別人可以放了 而且搞不好 過一陣子對方就守得下來了 不會阿 守不下來 餵牙嘴 好 我們三十 哇好多命好多命 開始賺了開始賺了 大賺特賺 還沒有看到別人有欸 嗯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個 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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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小心喔 小心喔 好 我想要繼續放 繼續跟我們拼 啊不過升級還是要升級還是要 升級還是要做到 喔喔喔喔喔 跑過幾隻 回去 我前面開始 強防一下了 啊會跑進一隻 沒關係沒關係 蜘蛛 有有有有 其實有有有有 有幹掉有幹掉 有三階的骷弓在 其實就真的 穩 比較穩阿 穩很多 不他們應該可以守住一陣子 他們的骷弓全部都不升級 他全部都是靠 一階嗎 史萊姆 對啊 那都是玩史萊姆的 喔喔喔喔喔 來喔來喔來喔 這要升一下了 狗狗 阿~~~ 放那個狗超吵的 他們其實,看來會是一場持久戰喔 他們都沒什麼被放 下面的兩個也要放 蘋果跟那個pigman 豬人也都是不錯的 對方都不出怪,他在囤錢嗎 唉喲 有啦有啦!有在出啦 他用那個囉 殭屍 那個殭屍 6萬塊的 他存那個6萬塊的殭屍 好像倒了齁 好像沒什麼聲音了 不是6萬塊2萬塊的殭屍阿 2萬塊我們賺一下就可以3隻啦 隨隨便便就放一堆阿 來囉他們放囉放囉大軍大軍來囉 好那我們也放吧 他們屯超久的看看有沒有很厲害 看有沒有真的很久 有一些鑽石的 我也回敬他們鑽石裝的骷髏 不是阿殭屍阿沒了 蛤就出了 又出來了又出來了 感覺不太行阿他們 感覺要叫他們加油喔 跟他們有沒有說去看我們的影片 叫我們要不要一個人 丟其他怪然後一個人丟骷髏 丟骷髏奇林 其實自己也可以阿你看我們每次 每次幾乎就可以一隻然後搭配其他的有沒有 嗯 喔有有有有丁丁丁丁丁丁丁 喔有有有丁丁 tighter 丁起來丁起來 開始丁了開始丁了 對阿這個對手阿 回家多練練阿 他是蓋了很多是還滿不錯的 只是呢就只是一個時間性 最後最後兩批 GO~~~ 15分鐘這次花了比較久一點啦 對 那個銀抗 將近三倍 哇 他們太濃了 他們全部的錢都在蓋阿 我們這次要了連三勝好不好 好 而且我覺得他遊戲時間有變快 之前玩幾乎20分鐘才 還有到那個凋零騎士 單一有可能因為這次有沒有 他打怪也有銀抗 就變得應該是主要原因啦 收入變多了 對我覺得這樣其實比較好 就是你一場時間不會那麼久 我們剛其實就玩的有點久了 那對手脫太錢阿 一直不招怪阿 對阿 你看那是沒有用的好不好 我的六天王 守在前線 開場六天王 整個都很穩阿 對手 第一個彎 還過不去 對手還需要再加強 我們收入 下一波下一波下一波準備 下一波就是 終界蠻阿 終界蠻時代了 衝起來 衝起來衝起來喔 他還有一個放法 就是你的銀抗快要倒數結束 發新日快要倒數結束的時候再放 然後這樣下一次發新有沒有 就可以馬上再放一次 繼續叮叮叮叮叮叮叮起來 哇 開心的聲音開心的聲音 最喜悅的時候 喔對方也有了 對方也有了 好稍微小心一點 稍微小心點 喔那個豬豬也可以放囉 叮得很多耶很開心耶 嗯 還很順吧 我後 目前後 我後面多用一點 好好好 我還是忍不住一直在放快阿 呃女巫女巫 差點忘了 女巫很重要 女巫的降房很多阿 對 欸他女巫的降房時間有拉長 進得去進得去 進得去他們是不是 對 別嚇我阿 我以為說進得去我們 我馬上回頭看看 對面的對面的 有有有 你後面對對那 骷弓也要升級 有有有 要升一下 搞不好等一下我們升完了 呵呵 就可以直接去對面看了 好 啊我覺得我們現在很穩啦 看看他們這裡 喔他們都是用那個 大範圍緩的 不是阿那個 小範圍超定的 對對對 那偶爾搭配一些 墨魚去走不走得過 前面 前面也差不多了 我把它蓋滿喔 好 哇你每次都 蓋得那麼多喔 欸我其實也要看看我們 哇 哇 其實我們也還不錯嘛 對啊我蓋錯了 呵呵呵 還錯 剛誇你 欸就GG 好滿了滿了滿了 這麼快就滿了 欸 那就來吧看戲 大隻的 好 然後要配什麼 我真的有180萬 哇哇哇哇 就加銀抗吧 那個金蘋果偶爾可以放放 那它可以加怪物的生命 雖然我還是不太清楚 它是一放就全體加還是怎樣 還滿緩的欸 哇哇哇欸好多錢啊 感覺我們是要直接衝那個 骷髏嗎 對我們其實差不多了 就 盡量買吧盡量買吧 盡量買吧 買爆 有什麼就買 有80萬80萬80萬了 要衝起來了 欸我們 我們 我們突破一個欸 看一下喔 喔骷髏馬騎士啦 喔他們 他們已經 哇 所以他們也滿厲害的喔 這對手也是很給力的 哇 就看誰清的比較快了 對啊看誰清的比較快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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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哇欸我們血掉的好像比較多欸 我們也都蓋滿啦 還是他們多體的比較猛 不會吧 不會吧 我再去 看看他們 看看我們有什麼可以修正的 畢竟我們生命還是比較多 後面這邊 好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換一下 好 兩隻 胖胖 那骷髏馬都會卡在那邊 對 一定要卡在那裡 5%的胖胖擊雲很重要 那史萊姆的緩速對那個 他沒有用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融入史萊姆 去擊雲 女巫還是有降坊的作用啦 對 可能就殺個一兩隻 欸 我看到他們好多 在門口 不曉得怎麼回事 門口 對啊 為什麼 他們還是有放一些其他的 對啊 為什麼卡在門口 賣掉 兩隻 還有什麼可以buff的 偶爾配一下村民好了 被追過去了 哇 我們這一場其實原本都很順的喔 但是最後不曉得是怎樣的關係都打不過 對啊 他們的陣容其實都是靠那個史萊姆欸 對 史萊姆的DPS其實比骷弓還要來的低啊 他是靠那個嗎 持續燃燒 喔有可能 因為燃燒的話大家血慢慢的下降 喔有可能 以百分比去扣嘛 對對對 利用百分比的方式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去瓦解 哇 血量被追過了 但是他們也比我們早放啦 那時候他們是比我們早放 所以有可能因為他們收入比我們高很多 但是 難以想像欸 但是他們還是比我們 溜太多了 完全不行欸 厲害厲害 哇 哇 哇 我們的三連勝 派在這裡 而且我們 也有點 不曉得該怎麼解 下次遇到也不知道 其實都已經擺滿了 嗯 可能要看一下最後的銀抗 看看 到底關鍵是怎樣 對面也來我們這邊看 哇 GGGG 差不多欸 對 銀抗其實就差個20萬 然後一點點東西就回來了 對啊 這樣的陣容 厲害嗎 不知道 好我們今天加賽一場 原本以為 會直接三連勝 想不到剛剛遇到了 神秘的高手 對 用著我們也無法理解的戰法 讓我們輸了 好不好 因為之前我在玩的時候 我這邊小巧克力也全部 全部都推薦 是用 骷弓的那個機關槍 來去打凋零騎士 他們前面全部都是放 史萊姆 史萊姆系列 對 可是重點是他23牌 也沒有放很多的骷弓 也都是史萊姆軍推主 我之前看 這個史萊姆最後的DPS 他甚至還下降是500 原本是1000 下降 熔岩是1000 這個史萊姆是500 對啊 那你看我們的那個Machine Gun DPS是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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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像都還沒有人 用中間買了 就我們一直在放 我剛剛稍微計算了一下 這個 那個燃燒好像真的還蠻猛的 0.5% 如果他是100萬的險 代表他5秒就可以 他是1秒燒0.5 1秒燒0.5 代表他1秒 假設100萬滴血 1秒就燒了你5000滴血 DPS5000 DPS5000 對啊 而且他持續燃燒 過了他還會持續的去燒 更況如果他的血超過100萬 地獄幽靈就90萬了 所以相信那個就更高 我們等一下可能後面 熔岩甩武陣融 對 也可能很重要 有賞的字 Free stop No 沒有啊 聊天室 Free stop Blue Free stop Blue Blue Blue是我們 他們是綠隊 綠隊說 不要 快點停止 不要 他們又受不了了 綠隊綠隊掰了 爆了 Free stop I'm sorry 終界蠻 滿滿的賞過去 好不好 而且剛剛 珠珠我甚至都還忍住了 我就是想說 終界蠻跟他們拚了 Yellow一直都還是20滴血 代表 他們都沒有 都全部都有擋住 掉了 掉了一滴 Yellow 我才敢誇你Yellow 誇不得 誇不得 他們也加命 他們也加命 他們的做法也是 酷弓陣 然後轉角有一些 我覺得這個 這不足為懼 這對手不足為懼 然後 很多人在研究 研究我們的政法 這個 不跟你們說決定啊 儘管看啊 好不好 擺在那啦 回家都在那 雖然不是第一名的政法 剛剛就輸啦 被打爆 但是 但是至少贏你們啊 好不好 至少贏你們 沒辦法帶你們 飛太遠 但是應該可以 飛小小一陣子 有沒有 114啦 剩6滴啦 啊剩5滴啦 秒殺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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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一下對面啊 這個 哇 10萬 10萬還是沒辦法 欸 有沒有可以進 有沒有可以進的 奴隸勁鬥 奴隸勁鬥 薑屎應該進得去 我們要 有 兩滴兩滴兩滴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 7分10秒值千區區 經濟差距太大了 6萬3 6萬3bs7千 好不好 事實證明了 我們還是蠻給力的 對 這個證還是行的 今天戰績 三勝一敗 至少我覺得可以證明 我們前中期都很OK 就是最後最後的正法 還無法抵禦凋零騎士 因為我們輸的那場 對我們輸的那場 中間我們的生命 也都是比較高的 但是最後到凋零騎士的時候 對方找我們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那還無傷大呀 可是持續的 我們的生命扣很多 感覺就很明顯的是 他們有把凋零騎士幹掉 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只差最後的陣容 可能二三排 可能要再改變那個 骷弓跟熔岩 就像我剛剛算給大家看的 熔岩的燃燒趴數 其實如果凋零騎士的血量 破百萬的話 那其實他DPS是更加厲害的 我們可能還要再來多多研究 才能夠戰無不勝 希望大家還會喜歡今天這部影片 喜歡的話別忘了 在右下角點個喜歡 留言並且訂閱我們 咱們下回再會啦 掰掰 那傑克的直播呢 會在NONOLIVE直播 平日的時間是晚上8點到10點 假日的時間是晚上8點到11點 只有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沒有直播喔